這次我們乘坐濟州航空由香港飛去首爾 就是凌晨1點半 我們在KLOOK買了一些車票 上網買就會比較便宜 來到這裡就可以在CATMACHINE拿票 因為太早了 其他服務中心還未開門 這張是我們的車票 這次我們會坐Express Train 我們今晚會住明洞 我們會在首爾站轉車 這間住宿是位於明洞市中心的 我們會住三晚 三晚來說是港幣1000元左右 也算很划算 也很美味 設備也很齊全 最重要是一落樓下已經有很多東西吃 和很多東西買很方便 我們到了明洞 在我們住宿的外面就是這間三文治 我們買個早餐來吃 現在很早 早上8點9 這間店已經開了 我們就試一下這個很有名的三文治 港幣18元 好吃嗎 為什麼會這麼有名呢 我們放了火腿和粉 然後它甜甜的 但吃起來真的好吃 不是普通平時多士 它好像醃過一樣 一條鳥是好吃的 所有東西都很近 我們因為現在太早 所以都還沒開 我們在K6就預訂了這個 就說韓國出路來 是很乾淨很舒服的 試一下現在9點 我們預訂了9點 男女是分開的 首先進去職員會叫你先洗澡 然後會有些溫泉浸泡 然後就煮露泥 最後會叫你去桑拿房焗一焗 韓國的煮露泥都蠻特別的 值得一試 真的煮到很多露泥出來 不過它就會大力了一點 都會有點痛 來到明洞這裡 搶錢是最划算的 所以在香港不需要搶這麼多韓幣過來 但這裡只是收500元 100元港幣都不收 所以記得多帶500元港幣過來 搶完錢之後 我們就在明洞附近街逛逛 我們現在坐完地鐵 去到馬場這個站 我們現在準備去馬場洞吃燒肉 因為人們說那些燒肉 其實好像批發燒肉 比較便宜 在地鐵走10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這個市場 這就是馬場洞市場 來到這裡好像一個市場 有很多間不同的燒肉店 我們上網 也有朋友介紹了我們去一間 我們就鎖定了目標 現在走過去 我們發現我們想吃的燒肉 原來是在西翼這個門口進去的 我們經朋友介紹 今次就會來吃這間燒肉店 韓國的燒肉店 就輕輕一點 牛 豬 就會拿一些像魚缸 浸著它 它的菜單裡面 有一些是一盒盒的 盒好不同的肉 這樣買的 有豬有牛 也可以在上面 散叫不同牛 或者豬的部位 然後要多少公斤 我們這次來到 就選了板肩肉 雙鋼肉 還有我們本來想選豬頸肉 不過它賣光了 所以我們就選五花藍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 牛和豬的部位 看看大家喜歡吃什麼 就可以自己選 買完牛之後 老闆娘就會帶我們來 這一間好像餐廳 它會給你一些拌菜 還有給你一個爐 燒你剛才買過的東西 六千瓦一個人 另外生牛肉 加工費就是五千瓦 要另外再加多五千瓦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買的 五花藍豬肉 三百克 因為它最少只有三百克 但是豬肉也挺便宜的 然後這個就是送的一個牛肩肉 而這一盒就是板肩肉和雙鋼肉 我們總共買了這麼多肉 就用了四萬八千瓦 這個就是他們幫我們加工的生牛肉 這個就是他們幫我們加工的生牛肉 整體來說我挺喜歡吃韓牛 我喜歡吃韓牛 比和牛 特別是這個雙鋼牛 我一定要必吃 好好吃 它的肉不會太肥 然後煙軟度是剛剛好的 另外這個生牛肉 我覺得醃料不夠 所以醃得不太入味 所以這個就差了一點 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一定要來馬場洞吃這些燒肉 因為真的便宜過外面很多 而且真的很好吃 我們剛剛吃完燒肉 現在就回到明洞 1號出口那裡 一來到就看到Daiso 這間Daiso很大間 有八層樓 很高 原來這裡只有五層 只要買東西 我們現在就由五樓開始看下去了 一些廚房用具 一些杯杯碟碟 四樓這一層就是賣廁所的用具 其實這些也很漂亮的 挺漂亮的 對 其實也很漂亮 價錢也相當便宜 十幾二十元港幣就已經有了 一些洗衣袋 這個就是三樓 就是裝飾家 加這些蠟燭 家居的一些用品 他也有化妝袋 旅行袋 有些襪子 終於到這一層 就是文具 玩具 還有食品 他這一層有很多適合的東西 文具有些布仔 也挺漂亮的 有些貼士 也挺漂亮的 終於走到野食了 這裡全部都有醬料 野食 零食 麵 杯麵 這隻薯片在這裡買港幣7元左右 真的超級超級好吃 所以我都買了很多包回香港 到最底地下這一層 就是有些面膜 五個筷子的面膜 有些胡菇 我們就隨便在住宿 附近就選了一間韓國餐廳 就想試一下這個醬油蟹 都很新鮮 好吃 還有一些韓國的粥 這裏 今天早上沒有放在家裡 但一到晚上 都放了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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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在吃 明冬的晚上真的很熱 我有一位男朋友 是韓國人 他帶了我們來吃這間甜品店 我們晚上就來了 這間店都很多人吃 而且他的甜品分量都很大 而且很好吃 我們第一天的首爾行程就到這裡 接下來還有Day 2和Day 3的影片 希望你們都喜歡 如果喜歡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啦 掰掰